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苹果要用1100亿美元去实施库藏股票 折合台币3.56兆 你干嘛要卖股票呢 你觉得我今天刚刚红通通的都上来 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 我每天下午一点在东升股动前朝连线 这礼拜我连线更多 我礼拜一早上有连 你刚才看到早上我已经连两次 明天一早盘前我又要连 礼拜三早上我也要连 一点我也要连 礼拜五也是早上要连 下午也要连 我在东升总共这礼拜要连九次线 我如果做得不好 我原来很像不会一直找我连线 大家都看到鸿海今天又创高 你要不要看看我上礼拜盘中延线的时候我怎么讲 我铁盘从来不肯定 我还请你拿纸笔记一下 来我们直接看一下上礼拜 现在直播有多少人我看一看 这样才精彩 刚开始 刚开始那我等一下我晚一点我再讲 我人多一点的时候 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 你等一下人多的时候 你给我画一个圆圈圈 我们一样朝一万八迈进 从一万八迈进 这个还没加入我个人YT的 麻烦你也加入一下 你LINE还没加入 我就说嘛 我在LINE里面我就有写 我写了威健 我写了鸿海 我写了台积电 请各位格局要放大一点 等一下现场直播人多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把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他们在问我鸿海我的看法 再给各位看一次 这也就是我在LINE上面有写的 我前几天不是有讲 你们要知道鸿海台积电怎么操作的话 我这边都会写 所以你LINE还没加入 你要赶快加入 我的LINE里面都会写 有时候会写 我觉得重要时刻的时候我就会写 我就会写 这是台积电 当时贝离391块5毛 这是五年线 这是贝离 大家都有看到了 然后这台积电的528 然后涨到826 然后我是752画一条线给你看 我说你不用担心 752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还跟各位讲这是颈线 那个LINE支撑 这有写支撑 各位都有印象吗 然后他从752到802 又涨了50块钱 其实我就说外资很奇怪 为什么最后一盘要这样K下来 少了一亿六千万 他就控制指数嘛 是不是这样掉下来 然后呢 又少了三块钱 又控制指数又控制了多少 又控制了47点下来 这是你们上礼拜都有看到的 那上礼拜五不是涨了四点 尾盘涨四点 那交钱指数 尾盘又涨了29点 也就是上礼拜五 虽然开高走低打下来 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讲 你卖掉就买不回来 所以我明显的看到 今天台积电又上来 他把这个5月2号 789到790的缺口通通封闭了 然后外资又重新站在买房 所以做股票真的大家不要急 他这红海是红海真的是 我把我所有技术分析 几乎在最近都把大型股 已经解到淋漓尽致 50周以上黄金交差117.5毛 一口气涨到161.5毛 涨到37.4% 打下来我跟各位讲 60分K线若有背离要不要买 我前一天跟你讲 第二天刚好141块的时候 这一天我请各位进去买 像直播人数有没有多一点 可以啦 这个人够多了 好 大家都有看 我跟你讲 我也不是人来风 我是希望你们有看 你们知道我有点心意 我现在来播我上礼拜五 早上人家问我洪海 我怎么说的 来仔细看 仔细听 上礼拜五 明睿你今天问我 我说洪海你注意看 他反而在高档是出现岛形象上的 我学过的技术 是以这种形态式前高会过 你们拿纸笔记一下 我解盘我从来不会如过假如的 所以我昨天才会跟各位讲 洪海的152块 市场上你有看过这种分析师吗 我直接在盘中跟你讲 出现岛形 前高会过 这是在礼拜五的早上 9点多的时候讲 我再放一次好不好 你不要说我自我讨罪 我再放一次 我觉得 我这种技术分析 明睿你今天问我 我说洪海你注意看 他反而在高档是出现岛形象上的 我学过的技术分析 这种形态式前高会过 你们拿纸笔记一下 我解盘我从来不会如过假如的 所以我昨天才会跟各位讲 洪海的152块 开心了 其实有时候你们问我说 你们现在在收看我节目的 忠实观众朋友们 真的 我们技术分析是哪来干嘛用的 是来赚钱用的 我们 我解盘从来不会如过假如 当然我也会有错的时候 但是 机率很小 我相信这一波各位这样看 真的你看到那么多在解技术分析 我从来不闪躲 背离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背离 那一天跌了20 从161块我们跌到141 跌了20块钱 我居然在解红海说又是一个买跌 因为我讲说股价创低 20黄金交叉 位置低档背离 必反弹 其实我自己写的保守 必反弹过前高 请你拿纸笔记一下 你问我为什么 我有太多这种资料了 我 我如果最近了 我身体负荷得了的话 因为 我们每天又连线 每天又跟各位结盘 我会告诉你原理架构 这是有原理架构的 台湾股市里面会看背离的没有几位 我应该是其中之一位 所以从141块这样上来 然后我又跟你讲月线在152 然后今天看到 我今天印的时候最高是167 可是不止 168.5毛 我不知道怎么这样跟各位讲 你如果只有做红海这一档 其实两趟下来50% 这叫大牛股 而且看到今天红海 我不是今天解红海 我是上礼拜 所以我跟观众朋友们讲说 没有什么会做会不会做 只有你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真的 我一生的功夫我坦白讲 我该要在这节目中 我该教的我也教了 我也没跟各位收费 如果你还真的不大会做 我有电话 25230988你就来找我 或者加入LINE来找我 因为说实话 我为什么会拿盘中给你看 我不是今天盘中讲红海 我是上礼拜盘中 但是你们要跟得上我的tempo 比如说你盘中 或者是你要做波段或做短线的 你应该要来找我 我讲的已经够直白 你应该要来找我 这威健更不用讲 我在盘中也有讲 我明天把盘中那个再给你 简接下来给你看 好不好 今天因为时间来不及 我威健讲几天了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YT 你去看YT前面那个封面 我有没有提威健 老婆你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几月几号 我上面有写威健 一个箭头网上 你现在帮我看一下 我股票我都敢写在标题上面 不是只有今天写的 好像前几天 我说威健上涨什么 你们应该有印象 在我的YT上面有写 我只能讲 这样一步一脚印 你看看差了多少 这是威健 我讲 每个人都说有没有好股票 有没有好股票 好股票都在超越巅峰啊 礼拜四 上礼拜四 各位回去看一下 那个标题是不是写威健 上礼拜四 所以我必须讲的就是我该讲的我都讲 你我也说过他图形就是跟索罗门一样 今天我的股票那么少的情况下还那么强 你我也不用太多讲 我说真的有时候讲太多 第一我不希望各位你买太多股票 你如果要跟着我操作的 麻烦各位我们股票三到五档就好 不要太多股票 我拜托真的不要太多股票 我们要做会涨了就好了好不好 然后这郑威 你慢慢看下去好不好 还低于净值 去年赚三块多 然后子公司那个 他子公司今天又在创高了 这个我都讲过了 我给你看一下 你觉得那一支触控笔他会不会拿到 我们慢慢看下去 我们慢慢看一下 慢慢看下去 你觉得那个触控笔他会不会拿得到 我已经说过 我基本上没有是讲在前面 你问我说他好在哪里 我反而要问各位 如果说你自己 就好比说所罗门之前有投资新门 因为新门一直上上上上上 所罗门被逼到最后没办法 因为一个机器人出来 从114块一路涨到119 涨到198 我觉得郑威 有那个味道已经出来 为什么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如果说你转投资的股票 基本上你当时买的话只有买十几块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他转投资的3501的维席 我们看下3501 你看今天又在创高 他创高 你知道他多少钱持有他的吗 他持有他只有12块钱 结果今天已经到63块了 你要是买一张股票你买12块的 结果现在涨到63块 一张赚50块 一张赚50块一张就赚5万了 他总共有几张呢 有四万七千五百七十六张 我的妈呀 光是账面上 一张赚5万 四万七千多张 那不是二十几亿吗 我看一下郑威股本多少 五十一亿 五十亿股本的转投资一家公司 可以赚25亿账面上 你说这种矮 你们慢慢看下去 真的已经过了 过了 你就慢慢看下去 我选股花了多少的 尽心尽力的帮各位想 说你要找到那种低于尽职的 然后本业赚钱 转投资也赚的 我尽力了 我尽力了 这张股票今天开始动了 今天开始动了 你还想做的你扫描一下 没关系 真的有时候你们 我不能够每一档股票我都讲 我都讲到最后面的时候 我会被我的会员骂 你每一档都公开 其实我就算公开 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啦 我讲实话啦 就像我公开所罗门的时候 你也早就跑掉了 我敢讲 还有这个 这一档我也蛮欣赏的 他五十周以上出现黄金加大 这一档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你扫描啊 你要扫描一下 麻烦各位扫描一下 我们做股票其实是有方法的 好不好 有方法的 为什么大盘会那么强 观众朋友为什么你会说 这大盘 我讲强的原因很多了 你自己看一看 他为什么今天又要创高 因为之前这个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所以这个量你根本不用担心他 是不是 那为什么他会那么强 你看他所有均线往上站上 所有均线至上他能不强吗 这口头绝大家都会念的嘛 所有均线向上站上所有均线 当然是强 那你在强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又看到了一样东西 那不是更加让我们的信心十足 礼拜五的借券卖出又多了五万五千七百六十二张 现在有一千两百一十九万张的空单 在冒烟 因为很少分析是跟你讲借券卖出 只是那个是因为有钱人法人 真的不是这样 有些人真的会看错 那这个行情一发不可收拾 你看你想想看一千两百一十九万张的 先把股票拿出来卖的 以后你要不要买回来 光是力道就有多强 那你说为什么红海会那么强 你刚刚已经看到了嘛 这个叫岛形嘛 这里是不是一个缺口 这一个缺口 那是不是小岛形 是不是上了 这个其实跟这一档很像啊 这也是啊 这一个缺口 这一个缺口 岛形上去 都是一样的嘛 我早上我在解班的时候都已经解过了嘛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不管你要做长的或者你要做短的 我都有方法 你加入我的LINE 来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怎么要可以 那么你比如说 你很担心说现在已经很高的位阶了 你会害怕 没有关系 短的我也很行 好不好 你扫描一下 或者打电话 你说 有没有还在低位阶刚要起来的 我也有 这个就是我的特点 我长短皆宜 说实话 那但是问题是 你要有办法跟我联系 比如说实话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每个人都想要有这种会大涨的股票 会大涨的股票 你看这个我也是 我也不是今天才讲 对不对 我礼拜五就开始讲 我也讲说他头肩底行 21周时间转折 量价不会同时到底 对不对 那威静更不用讲 我们第一时间我就跟各位报告 有没有 礼拜五跟你讲 你经过五一劳动节 你还可以买在比较更低的低点 这个低点是33.75 我前一天跟你讲 然后礼拜四你也看了 礼拜五你也看了 你每天都有看我在结尾间 你今天差一点长听门 所以跟各位 对自己要有一个信心 当然我们公司是跟我讲说 要我针对股票多讲一些故事 我下一个结论好了 我学技术分析学了二三十年 本身一张图 它就是一个故事 可是等那个故事出现的时候 它已经不知道涨到哪里去 你们真的要相信 这是我这几年深深的体会 真的我深深的体会 我也常常觉得说 奇怪为什么我讲过的股票 过一段时间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涨到天上去了 后来才发觉 这个故事还真的不错 我相信上个月 大家应该记忆犹新的就是 就是系统当然也是其中一档 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索罗门 我也知道了 但是我也必须跟各位讲 索罗门已经涨太多了 可以不用太去在乎索罗门 不用太在乎索罗门 反而我们有新的股票 竟然第一时间会跟各位讲 对不对 你说四十一块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 我是不是画一条颈线给你看 对不对 早就画给你看的底部了 他才有办法涨了一百九十趴 真的不容易 这是真的是 我上个月的真正的最大的代表作 最大的一个代表作 那你说这个月 我说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你注意一下威健 他真的也上来 会不会跟索罗门一样我不知道 但是最起码 你们如果说 大概也十七八趴有了 十七八趴 我就觉得一步一小运 你包含这种大型股 我说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蛮有勇气的 我赶在礼拜五 其实礼拜五你知道 那个礼拜五又受到同样的影响 台积电是一路跌跌跌跌跌跌跌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盘中连线 这一点的时候 我跟明君在连线的时候 我说你们要卖你们卖嘛 卖掉你又买不回来了 第二我就是讲鸿海你卖掉你买不回来 我怕有些观众朋友还没听到 要不要再听一次 我跟你讲你听到这个你才会真正的感动 今天我真的把你们当作家人在看待 我没有偿失 所以你想想看 今天有几个分析师可以在东森股东签潮 可以连那么多次 而且我解决中分析我不会闪躲 我说如果怎么样的话他就会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的话他又怎么样 那废话嘛 那我干脆跟你讲嘛 涨上去了就会涨 跌下来了就会跌 那不是等于没几 但是我不需要这样记 我希望让你们知道 真正做股票的高手就是看到的要干的 你今天问我 我说鸿海你注意看 他反而在高档是出现导形象上的 我学过的技术 这种形态是前高会过 你们拿纸笔记一下 我解盘我从来不会如过假如的 所以我昨天才会跟各位讲鸿海的152块 我希望你会因为感动 是感动了自己而加入我的行李 我真的尽心尽力要帮各位找到好的股票 我也不希望说你们有遇到好的股票的时候卖掉 我才会这样不厌其烦的 鸿海从 你说我有多少代表座 我可以跟各位讲鸿海是代表座其一 当然台积电也是 我只希望你们好好去珍惜 我会跟各位讲技术分析的学理架构 就是希望你们有时候真的买对股票的时候 你可以勇敢的去接受赚钱的喜悦 所以你才看得到117块5毛的鸿海 你可以看到可以涨37%的鸿海 其实鸿海到今天已经不止了 141块贝离的鸿海 152块回彻月线的鸿海 这我都讲在前面 这两趟已经超过60%了 我今天只寄到167而已 今天最高是168.5 没有所谓的能不能做 你们也不要设定说只能做什么股票 而是要去想说这张股票你买了以后 以后会不会涨 尤其是这种大型股更难你知道吗 观众朋友们 导播你知不知道解鸿海解台积电这种会动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他股本太大了 所以我上次我才会开玩笑讲说我也不是网红 Jourman好不容易他台积电终于怎么样回本 他应该谢谢我才对 那我是不知道有哪一个网红有鸿海的 如果你手上有鸿海你也应该谢谢我 因为我解的有够直白了 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超级大网红 真的我觉得这股票是一种很轻松很狭义的事情 我们该跟你讲的基本面我从来也不会漏钩 比如说威建基本面在这里 为什么他创历史新高质利率很高 所以引起了法人的注意 所以投信买了545张在礼拜五进来买 同样的我为什么讲振威 因为在后天7号你就会看到iPad Pro或者iPad Air 会不会改款改款会不会用到那个笔 如果会大家就中了 而且他抵打的有过漂亮 那么漂亮你头肩抵型 那一直创高 你看人家都现在都在讲 其实春季发表会的时候 已经有看到那个触控笔了 八九不离十的 那刚刚很奇怪 你一定要确定他事的时候 宁可用跳空 我不敢讲涨停 去追 而不愿意在底部布局 这就是各位的通病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 我只能说我尽力 转投资的公司 转投资的公司能够创高 本业也创高 本业也创高 基本上又是平概股 我觉得你们也不用论经济量 当然我也说过 这档股票今天已经开始在动了 我在预估这钱高应该是会过了 你们要不要一起努力 要的话 扫描一下LINE 好不好 扫描 要记得扫描 扫描也很难吗 手机拿来一下 扫描一下就加入我的LINE 然后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一个恰询 就是想了解这一档股票 或者是这一档股票 这讲是50轴黄金交叉 是跟红海一样的 我找的股票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 我才会请各位多多扫描 好不好 把手机拿出来扫描一下 或者是你已经加入了好友的 想要知道这股票要怎么做 到底要赚三成五成三至一倍的 你打电话进来 扫描跟着我们一起做 这是五月集团的大黑码 大家一起来打拼 好不好 扫描就对了 那另外我们的这个YT的订阅人数 也是朝一万八在迈进 我觉得下一档有我有你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我说真的 股票就是这样 学技术分析是拿来赚钱的 不是拿来教学用 我绝对不尝试 像这种齐行整理我说过 期间多长这未来就多长 你们慢慢看下去 同样的这一档 也是集团的大黑码 你拿手机扫描 LINE加入我的行李 或者已经扫描的 你来问服务人员 说我要一起来打拼 我们就一起来打拼 明天一起来大赚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勾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限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